干煸豆角因为油太大 一部分人准备要封杀掉它 但是这个声音 质疑的声音非常大 因为抵抗的力量太强大了 不想封杀它的 想法继续留在菜单里的人更多 现场有没有爱吃这个干煸豆角 你们觉得这个菜油大吗 就是因为它油大它才特别的香 如果油不大的话 估计就没有这么好吃了 我就是因为它油大所以才爱它 把这个干煸豆角煸得干干的 然后吃起来呀 就是脆脆的特别好吃 那个我觉得干煸豆角不错 就是因为我们东北人本来口有重 我感觉这个油不大 反正我挺爱吃的 主要吧 我觉得干煸豆角吧 要是油放少了 外面就糊了 里边就还没熟呢 这没法吃呀 其实豆角啊 咱们这边人特别爱吃 东北人特爱吃 你看它经典菜 干煸豆角里边是拿油 基本是拿油炸的 过油炸的在后处理 这个蔬菜呢 本身脂肪就少 是 脂肪少的东西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放更多的油的话呢 它就会吸收的特别多 我们最主要的现油呢 是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呢 它特别容易让人长胖 对吧 人长胖了以后呢 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 血症 癌症 这个发病率都会因此而升高 这里面一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现在吃油吃的多 以前都是用油片来买油的 对吧 你吃油呢都拿筷子恨不得拿筷子蘸 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植物油高温加热的多了 炒菜的时候 不冒烟你不下葱姜蒜 还有呢 你炸东西的时候 你像这个豆角 全都是炸出来的 里面的一些氧化聚合物 氧化分解物 然后都非常多 产生三四本冰比啦 什么其他的一些致癌物 所以说现在吃植物油多了 癌症患者更多了 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就是你高温油炸的食物多